凤凰雪月是大女的和出名的四个是吧 你们也听说了 但是说它是指的是人物 还是地点还是景点 一样都不是 就给你们讲一下 凤凰雪月它到底是指什么 三道茶是这边吗 还煮三道茶是这边吗 你有喝三道茶 对啊 对啊 有吗 可能是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好谢谢 那边那边 那边啊 往那边走 那这边走上去了 后面吗 他们那家是故地现在没有 他们现在就不搞 现在不搞了 你是哪个地方啊 台湾 台湾 台湾啊 对 很远 没有碰过吧 你们的生活好过吧 嗯 跟这边差不多吧 你是当地人吗 我是 这里人 这里啊 景所岛的人啊 岛民啊 嗯 这上面 岛上都是以捕鱼的比较多吗 专门就是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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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来切的吧 来切的吧 来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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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吧 你好 你好你好 我想要试一下山道茶 好啊 那你用 好 你们进来喝吧 好谢谢谢谢 坐吧 坐在这里 这边吗 不是啊 山道茶是这边坐 这边啊 你看你 接着我山道茶呢 有吗 你看一起哦 走啊 来 请坐 来请坐 这个山道茶大概需要40分钟以上 不过我就给你们讲一下你们来到大理我又给你讲一下大理的就是说文化大理的历史要卡在山道茶里面 然后我去挖刷鞋 他说挖鞋是不能夹山道茶的 哈哈哈 没摸了 必须要夹山道茶的 那我们就开始做山道茶 那什么叫山道茶呢 山道茶是我们白族的一种文化茶道 他是用来接待客人的巨龙做的一种领仪 打个比方说 这个客人来到我家里了 我给他吃饭了 喝酒了 但是不是属于巨高等质的阶段 巨高等质的阶段就是做这个山道茶 山道茶的第一道就是苦茶 苦茶呢它的寓意是什么 就是做人首先要吃苦 吃苦振钱 享受最后 那第二道就填茶 填茶来淋味 就是说苦就干了嘛 你付出了 以后你回报了 那第三道就回味茶 它里面有桂皮花椒生姜 还有第一道的茶水 还有红糖 五样都是煮在一起来 味道呢有点麻有点辣 最后准备下来就偏苦厚甜 这回味 所以上山道茶也叫品人生 那山道茶的第一道苦茶呢 其实它的很多名字 也叫功夫茶 也叫板斗茶 也叫人响茶 那苦茶呢 我现在要烤不爱茶 假如你煮呢 它的苦味腺味很重 所以上烤茶的做一个去苦去色去寒的作用 那为什么叫功夫茶呢 就是说我烤 我是有功夫的 那白斗茶呢 就是说我这个茶也烤好在的时候需要 这样抖 抖住100下 我烤茶呢 就是说 烤这个茶 我是至少就烤了40年 40年 因为小的时候我跟我爷爷烤 所以上去烤习惯了 一面说一面给你们烤 那很多传说呢就是说 比方说你给我谈生意 谈生意谈了以后呢 我跟你吃饭了 喝酒了 但是我不跟你做沙当茶呢 你也知道这个生意就做不成 所以说它是街内开的 一种巨楼住在你 那我们白族呢 老百姓呢 家里面有喜事 可以做这个沙当茶 平常是不喝的 来 你闻一下 然后你看茶也发滑了 对吧 现在我们白族呢 做沙当茶是两个形式 第一个形式是吃灰茶 所谓吃灰茶就是说 他不跟你讲文化 上上去表演一下就没事了 那我这个呢 就是你要坐下来 看我制作的过程 还有跟你讲文化 那我倒水了啊 你提生意 然后我茶叶洞出来的时候 我又白族呢 然后我茶叶洞出来的时候 我又白族呢 然后我茶叶洞出来的时候 我又白族呢 这句话跟你们敬 就是你们也跟我互动一下 我首先我说 我就说 你千早 你千早 哈语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请尝啊 然后你们就回我去南威你 南威你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南威我是谢谢我的意思 然后我就回忆 不叫南威 就不用谢的意思 然后你们慢慢地提 然后我就跟你们讲 大宁的景色 风花雪月 风花雪月是大宁的 很出名的是个是吧 你们也听说了 但是说 它是指的是人物 还是地点 还是景点 一样都不是 就跟你们讲一下 风花雪月它到底是指什么 那我就给你们做第二道甜茶 第二道甜茶呢 其实跟茶叶没关系 它是大宁的小吃 那它里面有摘下东西 第一个是核桃 第一个是乳萨 第三个是蜂蜜 我这个乳萨呢 是属于烤乳萨 还有就是蜂蜜 你闻一下 然后就是多甜一点 还是一般的甜就行了 一般就可以了 一般可以是吧 好 来到我们家不要客气 其实我们 你做好了 他要跟你们唱 你来说调子 做出去 好 非常特别的经验 就白族他們一個傳統的茶點 習俗裡叫白族三道茶 然後之前上網找 不好找捏 上網看好像比較多都在喜州那邊 要到山上什麼鳳羊茶坊 還有什麼鳳羊書院之類的 然後網路上看那些 整個流程下來可能要一百多塊 不知道怎麼在家裡 大眾田坪上面找 古城沒有一家說二十幾塊 然後昨天去看那島的 然後回來看到一個是在金蘇島上面 喜州那邊上次去人太多 嚇到不想再去喜州了 然後找一下大眾田坪上面那家 也沒有 不要靠北喔特地跑來這邊 不會沒有吧 然後也沒有 那邊看的時候 旁邊也經過很大 然後就問一下說 這附近沒有各自三道場的地方 先是帶我過去 很巧啊 我剛到的時候 那邊就有一組客人 在那邊泡茶泡一泡一泡 老闆還可以跟他們講謊言 我後來才發現喔 那個是老闆的朋友的弟弟 剛好來到島上觀光了 老闆的朋友就加拉地他們一家人 過來找老闆泡茶 所以老闆泡這三道場 真的是這迎接客人的 不是為了我 是真的迎接客人 然後只剛好順便而已 好剛才三道場 這樣喝下來大概一個小時啊 老闆講很多故事 就三道場的由來 他的材料 製作方法等等 老闆的太太 現在要出來唱歌 總結這故事我覺得都還沒有意思啊 然後唱歌也沒有意思啊 但我覺得 這些都是他們的知識財產群啊 所以就不會全部放上來 就有興趣的自己來體驗啊 然後老闆說他們網路上找到啊 網路上也沒看到他指條 他說2019年的時候 有接待過過台灣和香港客人 不然他們到底怎麼找到呢 然後坐船到島上的船票 來回20塊 老闆說 如果剛剛那個買票的講說 是上去喝茶勒 那船票就只要5塊就好了 然後剛才有拍到店名了 就有興趣的自己上網找找看 看能不能找到他的資訊呢 如果找不到的話 反正船票買了 上船 然後 我們當地隨便問一下 應該都知道 小島沒有那麼大 感覺很想認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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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鵝海 昨天晚上太晚了,沒有什麼光線 加上相機都已經拍到沒電了 所以就沒有講了,沒有紀錄了 就鵝海平常是禁止捕魚的 然後每年到八月底、九月初才會開海 那他們這邊捕魚的方式就是會在魚往上面掛燈 那我猜那個是用光線來吸引魚過來的 就像台灣有那種捕魚的方式是在船頭燒火把的那種 所以像這鵝海,過了海燈節之後 每天晚上都很多魚船在上面捕魚 然後整個海面上都...海面嗎? 湖面上 就整個湖面上都是燈啊,很漂亮 就很像湖面上有星星一樣 那湖面上的星星配上下關高樓大廈夜景啊 然後配上古城的燈光 對啊還有一些煙火 你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就感覺湖面上有星星 然後天上也有星星 然後再加上對岸的燈火 看起來全部都一閃一閃的漂亮 然後鵝海,我們叫鵝海 聽到說法是說 它形狀像耳朵啊,所以叫鵝海 我想說以前沒有衛星沒有空拍機的時候 怎麼看出來是耳朵的形狀啊 從地面上鵝海那麼大 繞圈一百多公里 根本看不出來是耳朵的形狀,很奇怪